再来看话题人物 孙道存的前妻何念慈再婚了 他16号在巴黎岛办婚礼 昨天晚上在台湾宴请亲友 却在新开幕的五星级饭店 洗开十一桌 而收到的宾客里 有台经店董事长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 还有前中华开发总经理胡定吴 但是何念慈的两个女儿 孙云云和孙盈盈都没有到场 工作人员捧着何念慈的婚纱帐 走进五星级饭店 照片上的何念慈穿着雪白长沙 头发梳成发迹高高盘气 笑得好甜 这张是他个人的读照 十六号和老公田立行 在巴黎岛举办婚礼过后 相隔将近半个月 选在台北新开幕的五星级饭店宴客 来的宾客当中 大多都是女方的朋友 其中像是有前中华开发总经理胡定吴 和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的太太张淑芬 我相信他们会过得很好 因为他们是一对很配的 教我 怎么说 他们聊得很好 希望他们两位甜甜蜜蜜 希望他永远能够得到田先生的这个呵护 何念慈再婚心事非常低调 只简单开了十一桌 菜色也不繁复 他把物楼的婚宴的场地包下来 菜色是一个中西合并的方式 何念慈亲自挑选的菜色里 小菜就有十六样 而主要的餐点有红烧大排斥 龙虾卓米线 青草刺瓜面和烤春鸡 菜色走精致路线 而何念慈因为前夫是孙道存 女儿又是社交名媛 让他的第二春备受关注 不过个性低调的他始终不愿意夺曝光 也让这场婚礼显得格外神秘 明日新闻何志望李建成台北报道